敦目舰队远赴帛流 让台湾星辰三例境外移入个案 燃溢的是两名实习生和一名军人 现在专家担心群聚感染可能扩大 抓住这个杆子 然后我们头就从这边进去 军舰里头不是单纯的上下铺 而是上中下三个人挤在一起 案396案397是实习生 住在十二人舱间 而398的职业军人住在十人舱间 剩下的十九个人孔城未爆弹 因为这趟远航让他们相处了超过一个半月 只有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病例是 第二波或第三波的病例 那先前到底有多少人得到感染 是不太确定 可以想见的是 很可能在舰上的官兵 其他还有人得到感染 那个必须要等检验区确认 就因为军舰不比邮轮 活动空间更狭窄 关键是三个人在下船前 分别在四月初 四月十二和四月十三 陆续出现了不适症状 距离离开帛流 已经超过了十四天的平均潜伏期 就医师预估 军舰上可能有三到四成的人 已经染疫 有医师在脸书贴文说这些军人 在十五号离间 不知道有多少人进入社区 整体曝露风险的族群 至少数千人 甚至上万人 堪称是疫情爆发以来最恶劣的处境 现在指挥中心 召回了三艘军舰的七百多人 集中检疫 希望能防堵破口 下期再见 我是许云青 看不到